这是2015年驻香港部队组织的一次海空联合巡逻 这也是作为飞行员的湖平 从空中俯瞰维多利亚港为数不多的机会 通常来说只是在海空巡逻 我们是会从那边过一下 港岛 九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维多利亚港的两岸 那一块是整个香港最繁华的区域 通常是不去的 除非有任务 所以说在整个亚洲都数得到的这种美好的夜景 我们可以在隔着十几海里的地方看一下 能看到那边的灯火辉煌 但是我们离它是很远的 在天空中俯瞰香港 无论是它闹市的繁华 还是它自然风光的优美 都可以一览无余 用胡平自己的话说 这是一个具有抽离感的视角 在这个视角上 反而能够更容易也更全面地感受东方之珠的魅力 第一次在香港飞航行的时候 从驰养机场起飞之后 到大鹏湾区域 那边是一个叫香港的地质公园 那个岛叫平洲岛 然后我在飞到那个附近的时候 所看到的那个在海水的清澈程度 可以清澈到海水之下大概十几米的地方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 形成海岛的那种 天然那种岩石 岩石的纹路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有很多海鸟 整个的景色是非常优美的 当时给自己是很震撼的 2002年 胡平从远济南陆军学院毕业 同年通过招飞成为一名飞行员 十年后第一次飞翔于香港上空 如今时间的累积 让这名曾是个文科学霸的飞行员 对香港的风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自然风景无论它有多美 你看过一次会觉得很惊艳 看过第二次也会觉得非常惊喜 但是时间久了 再美丽的自然画面 我觉得都会变成熟悉了 但是有一种东西 我觉得是改变不了的 就是真正的是你跟香港的市民 他们在你跟他们发生互动的时候 就是在飞行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那样的经历是 我觉得应该是 最美的形式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驻香港部队每年都会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 胡平所在的驻香港部队某航空兵团 驻守在十港军营 是每年对外开放的营区之一 与陆军海军不同 空军飞行员与香港市民 直接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 不过虽然听不到香港市民赞许的话语 却能清晰地看到他们起立鼓掌的身影 在十港的营区开放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飞行的这个阶段 在我们的跑道旁边设立的那个观众席 当我们在当我们直升机起飞 在向他们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 你看到的香港市民的那种发生内心的喜悦 当他看到解放军在做这种类似的这种飞行的表演的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技能 让他们觉得安心 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 让他们在香港的居住 有一种幸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表现在外面的时候 就是对于我们每做一个飞行动作那种欢呼雀跃 我觉得在那个时刻 你感觉到你在驻港部队的生涯 或者你的飞行的这种经历 是有意义的 胡平喜欢牵着妈妈的手散步 只是像这样的机会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 太过奢侈 太过珍贵 有时飞经香港的郊野公园 总能看到不少家庭一起徒步 一起野餐 这样温馨的风景 总能让胡平的嘴角自然上翘 美好的事物 能让一个普通人心生热爱 对于军人来说 产生的不仅仅是热爱 更能激发那份藏于心中的 家国情怀 你守卫它 保卫它的意义 也就是在于保卫这些 在你看看是美好的东西 守卫它本身 就是自己飞行的一个意义